案發在灰省Jormansville的一處文宅 警方昨天下午4時接到報案後趕到現場 發現兩名分別為2歲和5歲的女童 以及一名4歲的男童死在文宅的頂層 警方相信這三名兒童為三姐弟 另外一名33歲的女子被緊急送往醫院治療 警方相信該名女子是本案的重要目擊證人 等她情況好轉後會作不錄 警方並沒有透露女子受傷的原因 另外有鄰居向警方表示 曾經見到這些兒童的父親 在當日較早時候出現在案發的民居 還有人聽到文宅內傳出尖叫聲 聲音估計來自兒童的祖母 而到底在哪個報案目前還未得到證實 警方目前封鎖了案發的文宅 正繼續對此案進行深入調查